小棕熊和小刺猬 天气很暖和 树林里阳光真好 小棕熊在树林里玩 在大枣树下 看见了一个大毛球 哟,是大板栗 他心里很高兴地想 妈妈最爱用大板栗炖肉吃了 我得把它带回家去 小棕熊打定了主意 大板栗很重 它的刺还真扎人呢 小棕熊没法把它捧起来 它就把大毛球滚起来 滚啊,滚 朝小棕熊的家里滚 滚过了小桥 滚过了山坡 滚到了小棕熊的家门口 妈妈,快来看啊 我给你带回最好吃的板栗了 屋门 屋门没人硬 小棕熊进屋一看 妈妈不在家 它出去了 小棕熊就把大板栗滚进屋里 让妈妈回来以后再处置 忽然 小棕熊看见大板栗动起来了 它吓了一跳 大板栗 大板栗全身展开了 还伸了一个懒腰 哦,这回小棕熊看清楚了 这哪是什么大板栗呀 分明是一只小刺猬呀 小刺猬朝四周看看 奇怪地说 嗯,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我的家 小棕熊说 嗯,我不是睡在大枣树下的吗 小刺猬朦胧胧的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你是睡在大枣树下的 让我推回了家 我还以为你是大板栗呢 小棕熊不好意思地说 哦,我干了一件错事 小刺猬跳起来 啊,你有什么错事啊 小棕熊很关心地问 嗯,我用刺扎了小白兔 不知道它伤得厉害不厉害 小刺猬说 小刺猬朵胧 小棕熊闻到小刺猬嘴里的一股酒味 它的脸呢 到现在还是红通通的呢 嗯,你是不是喝了酒 才干出这种傻事的 小刺猬说 小刺猬点了点头 它忙往外走 小棕熊陪它一起去看小白兔 它们到小白兔家的时候 小白兔正在包扎胳膊 它的一只胳膊被小刺猬扎出了血 小刺猬问 你怎么样了 哼,问你自己吧 小白兔把身子转过去 我只不过想吃点红枣罢了 小白兔还在生小刺猬的气呢 要知道它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小刺猬抱歉的说 哎哟,真对不起 我喝过酒了 嗯,你看 我这是来给你道歉的 另外,你等着 我去给你杯红枣 小刺猬窜出门去 不一会儿 它的背上就扎满了 鲜红鲜红的大红枣 跑进门来 就第一个滚 红枣就都落了下来 这下,小白兔笑了 小棕熊看见它俩和好了 也很高兴 它独自回家去 它刚到家门口 只见刺猬从后面跟了过来 它背上又扎满了鲜红鲜红的大红枣 小棕熊问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些都是送给你的 要是没有你推着我跑这么一圈 我的酒 我的酒还不知什么时候能醒呢 小刺猬的语气里充满了谢意 它在小棕熊家里的地上 打了一个滚 红枣又都落了下来 小刺猬一溜烟就跑了 小棕熊很高兴自己交了小刺猬 这么一个朋友 板栗虽然没吃上 红枣也是妈妈挺喜欢的呀 它还想好 明天呢 要到大枣树下去 给刺猬送一小罐蜜 不知道它爱不爱吃 小刺猬